在园子里经常看到菜叶子上有很多被咬的小洞 还有有些叶子给吃光了 这些都是谁干的呢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 有的是蜗牛干的 有的是鼻涕虫也吃叶子 还有硬翘的小飞虫 这一天我发现了七星瓢虫也在被咬的叶子上 它是在吃小虫呢还是在吃叶子 我查了一下 说是瓢虫七个星的是义虫 它是吃蜜虫和小虫子的 像二十八星还有其他的星 很多一部分它是吃植物的叶子的 吃植物叶子的 瓢虫 还是想吃叶子 最上的这个星 好像是多于七颗星 一部分瓢 一部分瓢 一部分瓢虫吃草 一部分瓢虫吃素 瓢虫 它在我家的梨子树叶上 你看那小白眼圈 还挺可爱 它呆了很长时间 我查了查 李子树叶上 并没有什么洞 也不知道它是害虫还是义虫 愿是害虫 愿是害虫还是义虫 它们都有生存的权利 大自然应该和睦相处 你看它们有多漂亮 多可爱的物种 你也不知道要消灭谁 到了冬天 它们就躲到窗户缝里头 一溜 它在那冬眠 然后到了春天呢 天暖和了 它们又都飞走了 你看这些瓢虫多美丽啊 这些瓢虫多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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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 水